记者刘怡婷 综合报道知名导演纽承泽窦窦窦被爆出性侵女性电影 工作人员 导致新片跑马停拍 剧组目前也已经全面解散 身为男主角的人贤奇 先前维系增胖到破100公斤 努力可能因此全白费 近来上节目被问 即此事 他手度松口 有打算将该片接下 自己当导演补拍镜头 我可能还要再胖回去 人贤奇一个月瘦17公斤 没想到可能又需要胖回去 图 翻射自人贤奇微博 脸书人贤奇近来上节目今晚9点见 回顾先前维系增胖100公斤 忍不住感叹很惨 就连自己照镜子也会感到害怕 直到 如今 他坦言其实不太愿意回想当时惨况 我很苦啊 你知道吗 吃的时候吃得想吐 因为赛太多了 胃酸逆流啊 然后就是三高啊 指数都不合格 瘦的时候也很惨 没东西吃 训练了每天4小时 重量啊 有氧啊 不过 人贤奇表示 不建议大家像他这样 自己是因为开设需求才会如此 而且过 城中 他其实有准备完善的医生 平养师团队及训练教练 我的训练很科学 面对主持人追问 胖了那么多 但是系跑马停了 人贤奇首度松口表示 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努力 比如说我会把他跑马 接下来 当导演 另外可能有些部分要重拍 我可能还要再胖回去 自电影停拍后 他在短短一个月内就产去17公斤 如今因为系的需要 必须维持在80公斤左右 人贤奇松口有计划要接下跑马重拍部分镜头 图 翻设自腾讯视频至于 在胖回100公斤是否会有风险 人贤奇坦言 风险也有啦 因为我的医生都跟我说 其实我们当然不年轻啦 我也不适合再去做太剧烈的胖瘦的一个反弹 他觉得我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持人听完惊讶表示 那你干嘛还接 人贤奇则表示 认 回到了人生另一个阶段 认为这是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挑战 人贤奇近年演艺录不是太顺 包括原本预计好的新歌 巡演都有所变卦 加上如今电影又停拍 被问到是否会感到郁闷 擦乐观表示 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他的秋 行与考验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你含住金汤匙出声 每天都是瞧住脚 都有人帮你弄好了 那你的人生不是很无聊吗 人贤奇抱持乐观态度面对 图 翻设自腾讯视频 指定大影 任何人帮与展明 zat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